新洲网报道 7月31号马来西亚遭国际评级机构汇域调降评级至负面 导致股市汇市大幅震荡 马币对美元急扁0.7% 除了写下三周以来最大跌幅 也创下了至2010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经济学家认为 潜在原因可能有债务持续偏高 加上经济账向盈余继续遭侵蚀 最终导致外资撤出和国内的融资成本升高